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胡歌翻版肖战报密恋经纪人张晶两人,四大恋爱证据曝光全网震惊。 肖战自陈情令和庆余年一炮而红,成为了古装电视剧的一线明星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。 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,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,从来没有公开过和哪个明星交往过,记者们千方百计地拍肖战的照片。 但是,他的形象还是很好的。 近日,肖战非赴米兰参加时尚周,但与其经纪人张晶爆出恋情。 有网民只称两人有四大恋爱证据,称肖战简直就是胡歌和他的经纪人黄西宁的秘密恋情。 肖战正在出演郑小龙的最新作品《藏海传》后《公真环传》引起了极大的关注,作为Gucci和T.O.的代言人。 肖战特意请了假,出席了米兰时装周,整个米兰的街道上,都挂满了他的应援牌。 可见他的号召力有多强。肖战一直是个光棍,和他的偶像胡歌很像。 胡歌在一年前就公开和他的经纪人黄西宁结婚了,还生了一个女儿,这件事让整个网络都轰动了。 肖战和他的经纪人张晶被捉奸在床的四大铁证。 1. 在米兰,我们共同欣赏日落。 肖战和他的经纪人张晶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,两人在12月的时候就被炒得火热,被狗子队证实是普通朋友。 但是肖战却在25号发了一张在米兰赏日落的照片,并调侃道,减肥计划失败了。 不过再一看,他身边又多了一个人。 从身高上来判断,应该是张晶无疑,而且肖战在公共场合的合照也很认真,这让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在秀恩爱。 2. 两个人的衣服和一条项链。 张晶以前也给别人当过经理,但穿着都很简单,当了肖战的经纪人后,他不但时尚了不少。 还被拍到和肖战一起,佩戴了一条宝石巨龙的项链,两人穿着黑色的花衬衫和背心,都是用了一个红色的手机外壳。 就像是现在很多情侣都会用的一样,这对夫妻之间的爱情,可以说是相当的张扬了。 3. 在春节期间,两个人的关系很好。 去年年底,肖战就进了《藏海传》的剧组,也是在恒店拍戏,作为他的经纪人,张晶很少见地跟着剧组去酒店吃饭。 甚至连春节都没回来,就在家里陪着肖战,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张晶很专业,愿意放弃自己的春节休假来支持肖战的工作。 但是娱乐圈里大部分都是他的助手陪同,很少有他的经纪人跟着,更别说他的家人了。 张晶的举动也被认为是他的男朋友得到了父母的肯定。 4. 维护张晶的正义 肖战是出了名的情商高,这一次他乘坐的事业间航班去米兰,虽然是从贵宾通道出发,但依旧被人团团围住。 他很少生气地说,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语言?他在做什么?是不是还有秩序? 有粉丝说,张晶想要给肖战让路,结果被张晶的人给撞了一下,这让他很生气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